青岛 焦州湾西海岸 大工地一望无际飞沙滚滚 中国首富万达集团董事长 王健林的电影梦 正以填海造陆的气势 飞快进行 一看这个地图上 现在再往里就是海了 黑色的外面就是海了 万达集团斥资2000多亿台币 要在这里打造全世界最大影城 东方影都 面积相当于14个大安森林公园 是好莱坞和迪士尼乐园的综合体 拥有30间摄影棚 全世界唯一恒温水下摄影棚 2000厅电影院 商场 医院 国际学校 滑冰场 游乐园 甚至还有游艇港 2017年的中国 尽管传统经济走弱 经济成长率滑坡进入6% 企业却刮起数位应用大风 为市场异波波灶浪 新产业 新企业 新明星辈出 中国以典范转移 从制造中国 弯道超车为数位应用大国 有种 有趣 有量 这就是我们的逻辑思维 感谢各位来到罗济思维捧场 2016年有一个词特别火 叫网红 很多人说我罗胖也是个网红 中国最热门的知识店商 罗振宇 罗胖 四年多前推出知识脱口秀视频 罗济思维 影音播放已超过10亿次 去年他再推出付费音频产品 得到 一年就累积150万付费用户 年营收将近13亿台币 学校教育和分科制学的那个教育 那个基本的人力知识交付的模式 已经不适应于这个时代 我们无时无刻不需要去学习一些全新的东西 这个时候学习就需要服务者 知识经济瞄准的对象 正是中国快速崛起的新中产阶级 他们渴望快速成功 在乎生活品位的需要 刺激教育 医疗 文创 生活娱乐 成为经济灶浪中的明星产业 距离南京市中心一小时车程外的江宁区 参加学校春游的中小学生 在江苏省最大的银杏湖生态景区里 滚草地看羊驼 自由落体云霄飞车 恐龙区尖叫声不断 15年前台商林明田看准中国健康生活产业的前景 花费151台币 买下江宁区这块丘陆地 不盖房产却打造一个拥有高尔夫球场 2万多瓶花园 2万多瓶树林 2万多瓶湖水 2万多瓶茶园的生态休闲游乐园 在中国大陆每年的经济发展这么快事的地方 人民百姓未来还是需要一个很健康的 能够让他们赚了钱之后 又能够享受健康的一个环境 所以我们做一个环境是在为10年或者20年来打造的 这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成为中国全球最庞大的生活产业 未来中国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 会不会演化成世界经济灶浪机 这是新南向之外 台湾不能不面对的中国新风景